91章 背叛 秦妍心中生腾起一股难以抑制的怒火 但同时却也生出深深的无力感来 荣爵的话说得没错 姑奶奶确实不曾发过话要寻沈棠 但她方才一见着沈棠和荣爵神台亲密地在一起 心中便似有万马奔腾一般不平静 只想着要找一个借口将他们分开来 荣爵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最清楚不过 他不该也不能去招惹沈棠 他忽然又觉得深深地悲哀了起来 荣爵不能自己便能够吗 秦家亏欠沈棠良多 确实可以用血海深仇来形容 沈棠那样聪明心中定是也有所察觉的 因此他才从来都不曾给过自己好脸看吧 他从来都不曾将自己纳入考虑的范围 他的抗拒和无视早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但正因为如此 却让他渴望得到他的心更加坚定了 一寿园 杰梗见了沈棠 忙急急地迎了进来 焦虑地说道 大小姐啊 您可算是来了 老夫人方才还好端端的 也不知道怎么的 我和柳絮不过是去了一趟小厨房 算来最多是一盏茶的功夫 再回来的时候 就看到老夫人已经晕了过去 我和柳絮掐了好久的人中都醒不过来 后来还是乔嬷嬷使了劲 这才让她睁了眼 但虽说是睁了眼 却仍旧开不了口说话 沈棠低声地问道 你们离开的时候 屋内可还有其他的小丫头 杰梗回道 平素便是有小丫头在 我们也不敢一块出去 这回是因为乔嬷嬷在 我和柳絮才敢一起出去的 沈棠拧着眉头想了想 又问道 可曾请了大夫 杰梗慢慢点头 请了 但三爷说大夫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 您略通衣礼 还是先请您来看一看 沈木见沈棠进来 立刻便向他引到了老夫人踏前 他满是担忧地说道 唐二 你可来了 你祖母他不知道是怎么了 突然就晕了过去 好不容易醒过来 却不能说话了 沈棠面色微宁 替躺在榻上呆若木鸡的老夫人搭了脉搏 又翻看了他的双眼 在他全身上下几个穴位 不轻不重地按了下去 他的眉头越皱越紧 到最后几乎凝坐了一团 沈木不由得急了 唐二 怎么样 你祖母这是得了什么病 杰梗 柳絮 以及乔摩摩 举多围了过来 个个都面色焦虑地望着沈棠 大小姐 老夫人这是怎么了 沈棠心中微微一动 语气平静地说道 祖母的症状呢 乍看之下倒有些像小中风 但我细细整过他的脉 却是忧思伤神 哀痛伤心 一时情之欲解罢了 等他好好歇息歇息 换过了这几日 便好了 果然沈木为言 神色一松 但乔摩摩的眼神 却更加闪烁了起来 沈棠心中有了决断 神色便严厉了起来 他怒声地喝道 杰梗 柳逊 你们两个给我退下 出去时记得将门带好 守在门前 不许任何人靠近 毕生 你去将乔摩摩压住 莫让他跑了 杰梗和柳逊一时惊讶莫名 但沈棠浑身上下的气势凌人 却让他们不由自主地 打了一个寒颤 他两个恭顺地道了一声试 然后便急速地退了下去 试 试 被避痕一把扣住的乔默默 先是震惊万分 她的脸上闪过几丝慌乱的情绪 随即却有挤出几滴眼泪来 一脸无辜地哭诉道 大小姐 你这是要做什么 奴婢为老夫人鞠躬尽脆一生 可不曾犯过半点错事啊 可老夫人这刚一病 您就派这些丫头将奴婢压了去 您这是做什么呀 她转过脸去 泪眼婆娑地冲着沈慕哭道 三爷 您是卢婢自小看着长大的 大小姐这样无缘无故地将奴婢拿了 您可要替奴婢做主啊 沈慕被沈唐这突如其来的举动 一时搞糊涂了 她半是迟疑 半是不解地问道 唐儿 这是怎么了 沈唐冷冷地说道 乔嬷嬷 你真的不知道我为何要拿你吗 她转过脸去 对着沈慕说道 三叔 祖母近一两个月来 夜夜梦魇 心事沉重 却又不肯用药 好好的身子已然被掏空了半截 昨夜祖父遇害 祖母悲痛欲绝 又伤了神思 便是原本枯空的身子又弱了几分 这也就罢了 竟须长老的药方甚是奇妙 若是好好养着 多先一段时日 祖母也会慢慢好起来 她一边说着 一边走到了乔嬷嬷的面前 直直地盯着她说道 但是方才定是有人不怀好意的 又让祖母受了什么大的刺激 祖母急怒攻心之下 这才晕了过去 乔嬷嬷小声地啜泣着说道 大小姐的意思 是奴婢让老夫人受了刺激 可奴婢又有什么理由悖逆主子 让老夫人气晕了过去 三爷请明见 奴婢可是老夫人从娘家带来的 陪家丫头啊 自夫是老夫人起 算来也有四十年了 奴婢又怎么会做 大小姐所说的这等事 沈牧虽然觉得 以乔嬷嬷的身份 是不该出手伤害自己母亲的 但她却更相信 沈唐的判断 因此她将脸一沉 厉声地呵斥道 乔嬷嬷嬷 大小姐既然拙人将你拿下 自然便有她将你拿下的理由 怎么 你觉得大小姐是那种 无是生非之人吗 乔嬷嬷浑身一震 脸上便多了几分肃然的神情 她闭过了脖子 将眼泪含住 欺然地说道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如今老夫人神志不清 奴婢失了依靠 自然是大小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了 沈唐冷哼了一声 老夫人的身子如何 你最清楚了 她身子被噩梦掏空了半截 又素有心急 这会儿祖父心事 老夫人心神俱伤 若是这个时候 你再狠狠地将她弃上一起 后果不堪设想 方才你趁着杰梗和柳婢去小厨房之际 将老夫人屋内的其他小丫头都潜了出去 然后便将老夫人气晕了过去 乔嬷嬷狡辩道 大小姐此话诧异 奴婢将小丫头潜了出去 是因为老夫人说有要事要交代 更何况 奴婢又不是傻子 若是将老夫人气出了三长两短 难道奴婢还要逃脱这罪责去 若是老夫人重用缓了过来 将奴婢指认了出来 那奴婢岂非依旧得不了好 沈唐似笑非笑地望着她 滴滴地叹了一声 是 这便是乔嬷嬷的高明之处了 若不是我刚巧拾得你支架中的那味药 又不曾见到祖母掌心那物事 想来我也是会被你这番说辞给蒙蔽的 她此话一出 乔嬷嬷嬷的脸上便慌张了起来 但此时早就已经没有转环的余地 她只能一条道走到底了 大小姐说的什么话 奴婢听不太明白 沈唐向碧痕使了个眼色 碧痕便手脚利落地 将乔嬷嬷支架中的蓝色粉末 锯都倒在了积案之上 沈目眉头紧皱 指着那蓝色的粉末问道 这是什么 沈唐轻轻地走到她前老夫人处 将她的手心掰了开来 那儿静静地躺着一枚 通身翠绿的玉佩 她拿了起来 举到了乔嬷嬷的面前 这玉佩是乔嬷嬷的吧 可是却被老夫人紧紧地 转在手中呢 若不是你方才做了什么 老夫人又怎么会无缘无故 将你的东西扯下来 不要跟我说 是因为老夫人眼缠你这块 橙色只能算是中上的玉佩 乔嬷嬷此时才慌张了起来 但她仍旧死降着说道 许是老夫人跟奴婢开玩笑呢 这又有谁知道呢 沈唐滴滴地笑了起来 这才走到积案之前 指着蓝色的粉末对着沈牧说道 三叔 您看 小梦之所以到现在都不松口 便是因为这蓝色的粉末呀 她语气微顿 继继继继续说道 这是苍蓝草磨成的药粉 它虽然是蓝色的 但若是溶于茶水中时 却并不显色 常人若是喝了下去 都会引起失与中风 更何况是一个身体衰弱已久的病人 大约只要这里的三分之一 便就能让祖母变成现在这副模样了 沈牧知晓沈唐乃是药圣的弟子 辨识草药的能力自然是不会差的 她与乔嬷嬷无冤无仇 自然也是不可能随意冠一个罪名 在乔嬷嬷头上的 但她自小除了母亲和奶娘 最亲近的人便是乔嬷嬷了 一时之间有些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她痛心疾首地问道 乔嬷嬷嬷你为何要对我母亲这番狠毒 乔嬷嬷的身子微微摆动了几下 她一脸不可置信地道 这药 沈唐将身子凑了过去 沉声地问道 这药是西域的蜜药 你想问我是怎么能够闻出这味道来的 对吗 这你就不用管了 你只需要告诉我 这药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乔嬷嬷冷笑道 哼 老夫人作恶多端 这药可是那些被她害死的冤魂所赠 啊 大小姐 你定然是不知道的 那冤魂中啊 可还有你母亲一份呢 她转脸过去 朝着沈牧笑了起来 三爷 您若是觉得奴婢狠毒 那您的母亲可要比我狠毒十倍 百倍和千倍呢 便是老夫人这么对我 我也不曾想过要了她的性命 但二夫人也就是大小姐的母亲 那样贤良舒德 温良公俭的女子 只不过是因为挡了秦夫人的道 便要被老夫人在生产的时候动手脚呢 沈牧的身子微微地颤动着 吏声地喝道 乔嬷嬷你胡说些什么 乔嬷嬷的嘴角露出诡异的笑容来 她低声地说道 二爷自小就忠于秦夫人 奈何她不是嫡长子 将来不能继承爵位 秦夫人又心比天高 那时与横王来往密切 不曾将二爷放在眼里 二爷心下着脑 这才同意了侯爷给她定下的这门亲事 娶了淮南方式的大小姐 她紧紧地盯着闪堂 继续说道 横王失败 秦夫人便歇了攀龙赋凤的心 也不知道怎么的又和二爷勾搭上了 还未婚先有孕 让永明博震怒非常 老夫人心疼侄女 又受到永明博夫人的催逼 再加上二爷死磨硬炮的 便就答应了秦夫人的要求 要迎她为妻 大小姐定然是不知道的 秦夫人差点便就做了你父亲的忌妻 沈木沉着脸忽然发声说道 依盼胡言 二嫂知书打理 孝顺公婆 照顾弟妹 当时又怀着身孕 母亲怎么可能会让二哥下修书 亲表姐 怎么又能差点做了二哥的忌妻 乔嬷嬷嬷地笑了 那是因为不管是秦夫人还是老夫人 都各自对二夫人下了杀招 二夫人生产那日 若不是当时大小姐哭得动静太大 被方家的陪嫁闯进了产房 别说二夫人了 便是大小姐和二少爷哪里还在 二夫人命大未死 秦夫人的肚子实在大了 遮掩不住 因此这才匆匆地答应 做了平夫人的 沈唐若有所思地望着乔嬷嬷 语气平静地问道 乔嬷嬷这会儿说这些话 是想让我相信了你 然后与祖母伸出嫌隙吗 乔嬷嬷微微一愣 大小姐不信 沈唐浅浅一笑 苍蓝草的药粉乃是西域蜜药 这绝非乔嬷嬷这样的身份可以得到的 我有理由相信 嬷嬷今日的所为是有人幕后在操控着的 我不知道幕后那人是什么居心 竟然要嬷嬷编这通鬼话来蒙骗我和三叔 是想行那离间之计吗 她望着乔嬷嬷呆愣的脸 居高临下地说道 这药粉是谁给你的 说吧 你又为什么要害了老夫人 乔嬷嬷嬷致了一指 随即却又狠狠地说道 我是不会说的 大小姐要杀要剐 西庭尊辩 沈唐忽然轻叹了一声 滴滴地说道 那个在廖宇轩投井的丫头 我听说好像叫采桑 那事儿是乔嬷嬷做的吧 那丫头死得可真冤呢 不过是耳环掉在了廖宇轩的附近 回去找的时候 不凑巧地看到了廖宇轩的大门 被人推开了 出于好奇之心便进去一探 结果却为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 近日上却添了新的冤魂 也不知道那位姜姨娘可受得起步 乔嬷嬷的眼睛立刻变红了起来 她面目猙獰如恶鬼 用力地挣脱壁痕的前置 就冲到了沈唐面前 生死历劫地呼号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还知道了什么 沈唐摊了摊手 无辜地说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就等着嬷嬷来告诉我呢 为什么嬷嬷这四十年来 一直都顺着祖母的意思行事 充当着祖母的左右手 但不过只是回向了两月多 再回来时却全然变了个模样 为什么嬷嬷突然对老夫人 全无敬意 甚至敷衍 而且竟然夜夜装神弄鬼 惊吓老夫人呢 她看着乔嬷嬷越发惨白的脸色 继续说道 我也想不明白 嬷嬷为什么要借了巫蛊之树 要害我和荣儿 还将秦氏也一并设计了进去 我更想不通的是 闭痕与你有何冤仇 嬷嬷竟然要在背后传她的闲话 她又凑近了一些 悄声地说道 我已经派人去了嬷嬷的老家 找找你的侄儿 还将掳走嬷嬷的山贼给找到了 只需要各方提供一些线索 便能猜到事情真相 嬷嬷你可别不信 我真的能绊倒 只是我更想听听嬷嬷亲口告诉我 为什么呢 乔嬷嬷惊恐万分 忙跳脚了起来 你将涛儿怎么了 你不许打涛儿的主意 她可是 她话还未说完 忽然双心一软便倒了下去 颈部的动脉上 赫然插着一根脆了毒液的铁针 伤口处留着一圈发黑的淤血 赫然醒目 笔痕立刻过去探她的笔心 但触手却是一片冰冷 她惊颤着说道 小姐 瞧嬷嬷她 没气呢